今天我来应征一个好机会 这个好机会就发在我家里 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去年的冬天的时候 一个星期六的晚餐的时候 大家一起聚餐 有一个朋友就做了一道鱼和豆腐和大葱大蒜 这样那个鱼和那个豆腐的颜色是一样的 就给我我的岳母吃 叫我的岳母吃到不小心就把这个鱼骨 啃在口容里面 打开看看 打开看看 看到吗 打开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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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看到了 看到了 很大 OK 很宝贝 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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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信想 长起来是想给医生看的 他带我妈妈去看的时候一阵做事 那天刚好是周六 所以呢 妈妈也蛮蛮忍得痛 她到十点晚上 朋友离开了 她跟我说 我里面这边有一条鱼骨 这样我们就很害怕 我跟我的太太很害怕 就 用尽了我们的偏方 就放那个碗放在头里面 就拿那个筷子你知道吗 他轻轻的再笑笑笑笑 咚咚咚咚咚咚 啊 还是不行啊 然后就给她喝醋 也是不行 所以 我们没有办法 只有做长生血 做五号 穴道和喉咙这边 就做到晚上 差不多十二点 她也没什么感觉 去睡觉 我们以为那个鱼骨给我们把它放下去 或者是给那个醋给化掉 到明天早上星期天呢 我们就约了朋友要出去 因为已经早约好朋友要去喝早茶了 这样我们一会上来 哦不对呀 还是有东西在那梗梗啊 这样没办法 我们就带他一起出去跟朋友再喝早茶 我们一直喝茶 其实不是喝早茶我们去 那时候那个房产是很疯的 我们去看房子没办法就把我妈妈搭在身边 因为是下大雨 我们带我的朋友我们去找房子 很去吃啊 当他们去看房子 我们就拼命的做五号河头楼 到晚餐呢 就是这一根 他感觉到我们有什么事情 这样 我们心里也是不放心了 就星期一的早上 直接八点钟就去了家庭医生那边 家庭医生就 他也不管了 直接写那个 呃 一个证书哦 立刻进我们的Greenland 我们的医院喉咙科 他是打电话去医院的 我们九点一到Greenland 已经有人在那边接了 我们直接把我的岳母送进去 去照那个X-ray叫做X光 等那个片里照出来了 我看大概是半个小时他们很快照出来了 我们看到 因为我跟医生在一起看到那个有一根白色的东西 就是这一根 悬在这边 悬在这边 应该是悬在这边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 家庭医生说 没有可能啊 悬在这边是没有可能 如果现在这边 你的岳母两眼已经翻白了 你还吃饭 不可能太多 这样没办法 那个专科就立刻安排他 去 就是照那个显微镜 从 壁孔里面 三个显明去 进去去 照那个好像味精这样的东西 他们安排了 不过那个味精 从鼻孔下去 他下不了降生 他来这边 他也是看不到 这样没办法 医生就拿那个x-ray 就跑去跟六个 六个那个专科开会 然后 他们开完会出来跟我说的 那根不是鱼骨 是人的软骨 如果是鱼骨 他已经两眼翻白 不能够 呼吸了 这样我们没办法 他也是看到有一点 他说我一母说有一点 好像吃吃这样的东西 他看到有一点红肿 可能是发炎的 他说没关系的 只是发炎 你只是回去家里 他也没有开药啊 回去吃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的 烦炎的 那个子痛药 家里有了 不用开的 你回去吃烦炎就行了 一天吃四次 每次吃两亿 将近期一的 我们搞到下午了 回家了 就控制给他吃烦炎 然后我也感谢和 陈师姐了 陈师姐还有静怡师姐 我们给他通电话 他晚上他们有过来 妈妈妈妈妈妈妈也是瞧 五号还是还有喉咙 到了第二天 星期二的早上 他刘师姐也有过来 还有琳达师姐 因为我要上班 我太快要上班 他们两个过来 跟我妈妈 调星期二 他也说不对 星期三没办法 我们又带他去 见我们的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 他就打电话 跟那个 专科医生说 那个喉咙专科医生说 没问题啊 那只是割伤了 他感觉到刺刺 你叫他吃Panato 这样我们的家庭医生 也不放心 就把写了另外一张 就证书 我随时可以带他进医院的 他一进医院 就是去那专科 不用等了 立刻上去 这样我也没有办法 星期三 我带我妈妈回去 安慰他 说还有很吃 不过是说 有东西在吃这边 可能是心理问题 我也没有办法 只有靠长时间 一直跟他调 星期四 他也跟我闹 我说不行 我说医生已经说了 是割伤 他拖到星期五 我没办法 我就晚上打电话 给我一个朋友的女儿 她是在奥克兰那边 做那个 急诊的护士 我们星期天 星期六 约他们出来吃饭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吃什么吗 我们还吃那个韩国餐 那个饺子是炸过的 我岳母也吃 这样那个 那个护士 我们的 我们的朋友的女儿 那个护士 她说 没有可能 她不应该是有余果 她不可能吃这样的东西的 这样就没办法说 没有呢 我们明天星期一 我就准备 带她去 照那个磁力共振 那个MRI 那个磁力共振 只有那个可以照出来 因为什么 我都不会 因为她给我的 他一定要照那个磁力共振 是750块 纽西兰政府 没有给你 你自己要放 可是最低消费 是750块 她讲 OK 我们已经准备了 其实星期六 我们也有带 我妈妈去 我们的调整站 最后一个 跟她做调整的 就是Jerry Jerry师兄 她那天做了调整 我们也去吃了 那个 炸的水饺 OK 晚上回家的时候 睡觉了 她 她说很吃啊 她在磁瘦 你知道为什么 我妈妈在 我的岳母在磁瘦吗 她每次 就拿那个磁子 是把它扣出来 她十点钟 她就去睡觉 我跟我太太 就看电视 突然就听到 她磁得很厉害 听到很厉害 我们就跑进去房间 看到她已经把这个 鱼骨扣出来了 吓到我们一跳 为什么我们要收住 你知道吗 我们不是说 要证明给任何人看 我们是要收住 跟我们的家庭医生讲 叫奥克兰 规定那个专科 以后老人家有这种问题 要给她造磁力共振 不要说 这个不是鱼骨 是人的软骨 没有这样好运的 因为为什么 我们因为有长生学 我也不敢跟她说啊 因为说没有可能 你越武士翻白眼 她复习不到 因为我们有长生学 一直在 一连几天晚上和早上 一直在跟她做 七号和喉咙 你知道吗 所以因为老师也有教过我们 那个鱼骨不是属于我们 体内组织的东西 长生学会把那个 免疫能力提高 把这个不是属于 我们身体的东西 把它给逼出来 这个是我想今天 跟你们分享 我们的机会 这个机会不好玩